嗨大家好我是大头 这是Vinted Class的第一期节目 那么我们今天呢 请到了Inside Vinted Store的店长 Doggy Doggy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OK那我们今天呢 主要来聊一聊 Fire King的一些相关的历史 还有他的一些背景 那么首先我们就从 Fire King的一个历史 那么来进行一个梳理 都给我们分享一下 OK Fire King其实这个品牌 它是有一个母公司的 这个公司在最早 其实在19世纪末期的时候 就有一个叫埃塞克的人 与六个小伙伴 成立了一个叫Polkin的玻璃公司 其实这个名字的来源 是当时他们小镇上的 一个河流的名字 然后到后来37年的时候 这个品牌已经规模 达到了6000人的规模 然后到42年 42年Fire King就正式成立了 其实就是这个品牌的一个 产品线 子公司可以说 另外一条 可能也可以您理解的 所说的一条产品支线 它主要是制造 耐热性高温的 耐高温的一个玻璃器皿 OK 那我们现在说的一个美产 Fire King 它是到什么时候为止 短短只有4年左右的一个历史 所以到品牌到86年就已经停产了 OK 然后后来你会看到 现在还有很多的现金款 其实这个点是 86年停产 然后又2011年的时候 被日本公司收购 过后成立了叫Fire King Japan的一个公司 所以说现在所有的产地都归为Made in Japan 那我们会看到 其实Fire King 好像还有巴西产的 这个应该是 当时是有一个点 是你可以在Fire King的官网上 能查到 它2000年有一个品牌 成立60周年 活动 对 一个复刻版 OK 然后是巴西自找 这个应该很难的见得到 因为只有那一年生产了这个东西 而且应该 播品量也不足大 OK 那Fire King的历史呢 我们基本上已经了解了 总结下来的话 就是从42年到86年之间的一个产品 那么从2011年开始呢 日本就开始 重新开始复刻这个Fire King的玻璃器品 那么我们在了解完它的历史之后 我们现在来聊一聊它的一个 定位吧 因为我个人来 就我个人而言的话 我看到Fire King 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比较 名贵的这样的一种产品 那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定位 就是到20世纪的时候 玻璃器品其实已经很普遍了 就是也不是什么 在早期贵族年代那种 贵族的才会有 是玻璃这种说法 OK 其实已经很普遍了 而且在您能看到现在的发射量能流通到市面上的玻璃 有Fire King的玻璃杯那么的普遍 所以其实那个年代的发射量那么大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很平民化的一个定位 在那个年代 对 那据我所知 Fire King它在当时确实是一种平民化的产品 那么我们了解了它作为一个平民化这样的一个定位之后 其实可以发现Fire King 在我们现在这个年代 依然可以看到许多的一个存饰量 包括现在日本发售的 和以前老的original goods 都是非常多的 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打消那种顾忌 就觉得Fire King非常的贵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那它的作为一个vintage goods 那么它在当时那个年代 它的实用性在哪 它为什么会这么普及 或者说为什么会那么平民化 刚才你聊到我们说 其实最早在19世纪末期 他们就属于一个玻璃公司 叫做Anker Hawking 然后只是在那个年代 它的玻璃器皿的那种设计 还没有达到非常耐热的一个功效 然后只是到现在后来 他们公司申请专利 制作一个这样耐高温耐热的 甚至因为在那个年代 他们就拿来喝热牛奶 就两种没有个卡 所以说他们想 把那个温度保持到最完美的效果 所以说申请了这样的一个做法 制作 那么我再举一个具体的一个例子 大家就可以感受到了 比如说当时那个年代 其实是没有无线电话的 那么我作为一个家庭的一个用户的话 我如果用那种比较常见的女制杯 或者说一些普通的玻璃杯 那么我去加热这些饮品之后 我其实是会非常烫手的 那我就很难一边接电话 或者一边端着热牛奶喝 所以我就会去购买像这样的 FIRE TEAM这样的杯子 那它就会很便于我 一边端着杯子 一边进行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所以说非常方便 那我们在聊完这个话题之后 其实我还想知道 那么FIRE TEAM如果我作为一个 第一次购买的人 我想要快速的去判断它的连带 有没有什么办法 我们讲几个点吧 我们就还是 因为FIRE TEAM的它的杯底 无论是碟杯还是单杯 它们的杯底都会有明显的logo 除非你用的特别磨损特别厉害 然后我们可以简单的讲一下 其实最早我们从40年代左右 是50年代的它的BIRKIND下面的字眼 会有一个class会有一个这个的字 基本上是在40年代至50年代的 然后具体分析的话 它其实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稍微花起字一点 一个是用非常反正的一个字体 对 40年代的杯子 如果你拿到手了 那个价格是稍微会昂贵一点 OK 而且收藏价子还是会稍微高一点点 如果你遇到了还要带圆核 带包装的 而且全新没有用过了 那就我觉得是可以好好的收藏起来 OK 然后还有一个字眼就WARE WARE的那个字眼 大部分都是50至60年代 然后第三个是有全毛的logo 大概就是60至停产的时候 都会有那个全毛的一个小logo 然后还有一个是大概是60年代 是70年代的时候 它除了FIRE King的logo以外 它上面还会写的有他们自己的 一个半幅性的一个字体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就是Made in USA 因为都是美产 但是加了Made in USA的那个 字眼 字眼 的时期 大概就是也是60至停产的时候 那么Doki刚才分享的这段 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干货 我们可以根据刚才Doki分享的这些经验 来对FIRE King进行一个快速的断代 或者说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 那么我们在聊完这个之后 我还想知道的是FIRE King的一个趣味性 它其实体现在哪 像我们店里面的话有些FIRE King上面有很多图案 非常有趣 那我自己在一些杂志上面也翻阅到FIRE King的一些图案 会跟各种各样的品牌合作 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像这种 其实看买这种是否有涂装的 或者就原色的 还是看自己的喜好 因为有些人喜欢有比如说花纹的 有些人就喜欢素色的 对 还是看照自己的喜好来 但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两个位置 飞行是一样的 像这种它就有一些比较非常美式的一个涂装 这个上面是Rove the Goose 就是松鸡 然后还有Canada's Goose 像那种加拿大鹅 还有刚才您说到的那种 比如说有麦当劳 有摩托车 有Car 各种公司的一些合作或者定制 他们就跟我们说的 比如说它会整个公司在一个航空公司 它比如说有一个航空公司的一个标志logo 它有可能是这个公司在那一年 找File King这个玻璃器皿的公司 订购了大量的杯子 用于他们自己员工内部的使用 都是有可能的 You're the one of bright good morning to the end Good morning in America McDonald's has a special coffee mug for you Free with breakfast Just order juice and coffee like Egg McMuffin hotcakes and sausage or scrambled eggs and sausage And you get your McDonald's mug free Come in often and collect them At McDonald's We do it all for you OK 除了Doggy刚才跟我们分享的 能够适合大多数人的一个趣味性之外 其实File King这种工营器皿 还有一种趣味性 就是它可以用来造景搭配 比如说你买了一个这样的Original goods 这样的收藏品 你平时也不会怎么样去用它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比如说 放在这样的一个绿植旁边 然后在相应的颜色这样的一个呼应下面 其实也会让这个空间的话质感更好一些 OK 我可以补充一下 刚才你说的造景或者还有其他用法 OK 然后是这样的 现在大部分的原田File King 就你所说的Original goods 那种File King 其实大部分是日本玩家 在所收藏和把玩 对 其实它会有一些拿一些原田的产品 不光是拿来自己作为家庭的 或者自己空间的成品 也会拿来拿一些杯子来养 比如说一些小的绿植 拿来甚至养一些多肉 其实趣味性都会非常强 他们自己的玩法也会很多 自己买了杯子 自己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明白 那接下来跟我们推荐几款吧 杯子的话 主要店内的一些杯子 主要比较经典的几款都已经受庆了 这种杯子 还有那种heavy cup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杯子 都已经受庆了 所以说 翡翠色的 还有像这个酒杯 还有这种小的一些器皿 这可以看一下 像这种单杯的 这种的杯壁就会很厚 所以说这种我个人会觉得 在那个年代就是拿来喝牛奶 吃牛奶用的 然后还有像这种 这种也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年代的划分 这个的年代就是有glass字眼的 这个字眼 所以说就是四年代 OK 这样的蝶杯 它的审美 我个人觉得还是来源于欧洲的一些审美 就不像那种传统美式的一些更粗贵 包括这样的一些造型 肯定都是那个年代欧洲人喝茶的 其实不难理解 对 因为美国它本来就是一个欧洲这样的一个移民国家 所以说他们会很深刻的受到一些欧洲的宫廷式的这样的审美 像这种的话 喜欢咖啡的朋友可以拿这样的器皿来喝浓缩 有人觉得放浓缩是非常合适的 现在inside的店铺也偶尔会用这样的杯子做浓缩 大家如果是想体验 然后想观望的话 可以来我们inside体验一下这种杯子它真正用着是怎么样的感受 OK 像这样的杯子的话 你能看到完全的一个跟刚才有两个叠杯的杯型的一个巨峰 就这样就很美式的造型 对 很简单的一个造型 对 简单粗犷 嗯 非常平时的那个造型 这种也是杯壁比较偏厚的 所以这样我个人喜欢的杯型已经没了 那Doggy的意思其实就是大家喜欢要抓紧 因为确实这种orange locus就是卖个少一种 对 那其实Doggy我自己的话就会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个美产的一个orange locus 那比如说我买了这款 我回家的话我去用它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如果像正常如果喝东西使用的话 嗯 有一个完全跟现代品有一个区分的就是嗯 在那个年代因为那个年代还没有微波炉 哦对对对确实 那个年代还没有微波炉 虽然它是赖高温赖热的 嗯 但不能保证你进微波炉就没有 嗯 不会上升 对不会有影响 对现在的嗯 日常的嗯 Fairkin捷探的嗯 嗯 拿到微波炉里是可以完全使用的 那个时候它就像刚才那个电话一样有线电话一样 它其实没有微波炉 所以它制造的时候它不会考虑到微波炉的那种更衣 或者说不会去考虑微波炉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环境 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这一期的分享呢基本上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大头 我是安靠的Doggy 对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 那我们以后呢也会分享更多的相关的一些知识类的推广和普及 那么这一期Doggy准备给我们大家的观众送上一份大礼啊 能不能告诉我们 小礼品吧小礼品吧 就其实你看这本杂志它跑在正中间的这个背心 我们刚才也说的就非常classic 对对对对非常平淡的一个款式 那我们这期就抽一个幸运观众送上这个背心 但我个人是喜欢那种象牙白的那一款颜色 那我们就送出这款背心的白色送给大家 然后如果大家想要的话就帮我们一键三连 然后参加我们的抽奖活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